歡迎 姐妹 好可愛 好可愛 他們兩隻是 是兄弟姐妹還是 兄妹 兄妹 然後她叫敖地 她叫敖妹 好可愛 敖地感覺應該生氣 敖地先養 敖地有點怒怒的 還是一起養 她是2012年養應該12歲了 12歲 她是20年 她是2014年 所以她小 她沒有再生氣 她只是長得像那樣 真的 真的 所以她好像隨時想要 凶人咬人的感覺 Angry Bird的表情 對 不過她其實 真的滿愛生氣的 真的 就是我覺得狗也會有像遊戲 變相 對 可是人家都說狗像主人 所以是不是因為 你平常也是很愛生氣 我覺得她有童年陰影 為什麼 所以你給她的陰影嗎 因為我養她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還在 大棒堂團體 那時候比較忙 所以她在幼犬的時候 其實常常被我放在家裡 因為沒辦法 我就必須要去上班 所以我覺得她有 你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養了另外一隻狗陪她 妳好聰明 因為我覺得她太可憐了 然後她就是 我覺得是老天派她來陪她的天使 她個性就很好 那她有喜歡嗎 因為有一些狗就覺得說 我不要 我就是要獨得 主人的愛 不得不說 她脾氣雖然不好 可是她很讓她 她沒有對她凶貨 然後這隻天天在不爽她 而且你今天有帶什麼 我有帶狗 帶狗 我們也沒有帶什麼 幫她買個特別厲害的東西 我聽完她們分享的 我覺得我就是 養她們養得很賤 妳知道嗎 為什麼 我就是 就是 阿嬤養 而且有吃飽 有喝足了這樣就好了 是否喝酒 有在呼吸就好 其實我試過 就是買貴一點的東西 我發現她們好像 不是那一派的 然後就覺得 她們好像 幫你省錢是你自己的想法 妳剛剛看那個高級別史 什麼衣服之類的 馬肉 衣服 以前有買 然後 後來覺得她好像比較喜歡 夜市買的那種 傻瓜 比較舒服 傻瓜 然後 甚至不想穿衣服 然後我覺得她們現在 花得比較多 是傲地的醫藥費 對 她每個月將近要萬把塊 為什麼 因為她已經12歲了 然後 前幾年她突然心臟病了 然後現在就是 完全要靠藥物去維持 對 她前一陣子就是 垮掉 突然間就垮掉了 她是精力旺盛的小狗 突然間就不行了 然後 那一次我還滿煎熬的 就是我在內地錄一個節目 然後她就正在住院 然後每天我都是 我要知道她的狀態 都是要從 醫師的語音 跟我交代這樣 然後其實我就一直覺得 很 心很懸 我怕就是 見不到最後一面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她自己 還滿爭氣的 她就是有等我回來 甚至就完全康復了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說 chest